首先,我們第一個點就要討論 破壞者到底他是本質什麼樣的巧思 第二個點就是我們要知道他用什麼樣的手法來破壞政治整數 第三個重點,要如何進入到真正的平衡 第三個重點是最重要的 第一點,我們要討論破壞者的迫害人的面目 我們可以探討,在1933到1945納粹的時候 還有東德的政權,他們的迫害者的面目都被拆穿 他們是一個神權霸凌欺騙,是做一個欺負人民的 其實真的意義就是政府犯罪行為 他們是犯罪者,而不是所謂的國家的領導 他們是國家的欺負人民的政府犯罪者 所以加害者的角色,這裡首先要確定 另外,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在施法 到目前,其實人類的真正的改革 在這個所謂的真的轉型正義 其實就是要施法轉型正義 可是台灣的轉型正義,竟然弄一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弄一個單位,一個行政單位 所以台灣的轉型正義是欺騙人的 所以根本沒有真正的轉型正義 然後這次迫害者是主要這兩點 神前化、神前化、欺負人民 然後第二個點,加害者用什麼政治整數呢? 政治整數其實包括228的屠殺、白孔的事件 還有解嚴後、臨近革命以後 繼續讓三個大的單位呢 繼續在害老百姓 就是所謂的司法單位 還有呢? 就是稅法單位 還有特務單位 這三個單位呢 繼續在這裡在迫害人民 從來沒有不入法制化 那這裡最主要問題呢 他們迫害人民 耳機話大家就要了解 有關係就沒關係 有錢沒關係就有關係 有錢判生沒錢判死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繼續存在 台灣其實根本不叫做民主法制國家 台灣還是所謂的看錢辦事的國家 所以台灣的檢察官根本不叫做革命的小孩 不是一個革命的檢察官 他變成一個行政單位 就是一個官僚體系 這個是也要轉型 也是很遏制的 然後台灣的說服單位 台灣的特務單位 其實都要不入法制化 但是在政治整數的前提下 其實這部分呢 破壞事件就一直沉出不窮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重點 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洗腦 洗腦呢 對於錢民洗腦 我們的交易體系 還有媒體體系 其實就扮演著洗腦的教育 就是說大家要向前看啊 然後呢 不要計較這些東西啊 這些東西要為了整個國家 這些東西都要犧牲的啊 為了國庫呢 大家都要犧牲 然後 大家也不要轉型正義 然後這個東西 他們自己倒閉就好了 也不要平反 那也包括 這個執政黨 他的轉型正義呢 只設定在1990左右 所以這個洗腦 非常嚴重 然後變成 只要你官大 協問大 你都不會犯罪 然後你反對黨 一執政 一執政以後 就把反對黨呢 就加以 用名單來證述 讓你害怕 只要國家強大就好 那我們什麼都可以忍受 那這個當然有點問題 最後一個點 這個 這個 迫害者 基本上都是用 辯政法 就是正款和辯政術 來搞 希特勒是用辯政法 然後 辯政法 他會有所謂的 量變變質變 那其實他把人呢 分為上等人 中等人 跟下等人 其實只有 統治者是人 其他中等人 下等人 都不是人 所以 在搞 帝國主義 搞辯政主義 搞共產主義 幾乎都是 全 整個國家裡頭 只有一個人 其他人都是 不是人 都是朝見 都是移動 所以這個是非常民眾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基本思想 我們才可以進入到 真正的平反 所以我要講平反 第一個點 就是 我們不能夠只有 跨害被害人這邊的可言 你要進入法治社會 進入到 加害人的研究 要除掉 加害人的神前化 所以 看到總統 其實 嗤之以鼻 他不是你的領導 他只是 你把他寫出來 代表你的代理人 千萬不要對總統 畢恭畢敬 錯 這就是你 做錯的一件事 然後 第二個點 除掉他神秘化 他有貪心 貪亂 罷贏 這些都不允許 他也是要守法 他不能認為 他是在開 砂死車 開坦克車 就可以撞死 他也是要遵守規則 所以 要除以神秘化 第三個呢 要除掉他的貪 除掉他的霸凌 要要求他 一級華麗 絕對不禁 引起 這個國家裡頭有同目 有一個人最大 然後領導 其他人都是 在底下被他糟蹋 變成其他人都沒有人格 也沒有存在的價值 這是第一個重點 平反 第一個點要除掉 他的正面目 第二個點 就是我們要知道 政治整肅 要拆穿政治整肅的模式 他的所謂的政治整肅 就找藉口 然後呢 一家之罪有何患無子 沒有政績 無中生有 然後來製造事件 製造家人來整肅 所以政治整肅要平反 好第三個重點 就是我們不要被洗腦 緩洗腦 我是人 我不要被洗腦 我們現在的教育 其實充滿著一堆 一堆要洗腦 就是他別有機心 要叫我們支持誰 其實我們根本不要支持誰 我們支持我們自己 跟支持我們未來的前途 支持法治 支持民主 支持真正的民主法治 而不是支持你 最後一個點 我們要緩辯政法 對不對 就除掉辯政法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知道 德國基本法的前年 1949年5月20號 他的最主要就是 任何政府 要對於其他人 互有共同的責任 對神 對於其他人 要共同負責 那德國基本法第一條 就是人性尊嚴 然後第二條就是人格錢的發展 就強調每個人是重要的 每個人是絕對唯一不發生比較 所以沒有人錢 就沒有所謂的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 所以民主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逐遍政法 進入本體論 強調人 我們才可以真正的平反